满手大包小包的东西要塞进后车厢 一下得拿钥匙 一下得顾好东西 搞得超狼狈 就这样靠近后车厢 暂定停留三秒钟 车尾门竟然就自动开了 还有这一招用手或是物品 轻轻碰一下门框 车尾门也就开启了 甚至还可以用脚一挥 车尾门也能自动感应 这能感应的车尾门 参成了今年休旅车的新趋势 智慧型电动尾门推出之后 有配备电动尾门的车款 我们是目前卖大概 占了六成以上的销售 不管是用手用脚还是用身体感应 只能车尾门关键就是一定要有车钥匙 戴在身上才会起作用 但是要避免车主只是下车聊个天 车尾门就自动打开了 他还设定至少得离开15秒以上 或者是离开10公尺远的距离再回来 这车尾门自动感应才会开启 可能因为动物的经过 你没有打算预期要打开 它突然就打开了会吓到车主 所以我们的设计是比较人性化 2015休旅社当道 除了省油安全 看准了不少女性 对于厚重的车尾门不带好开关 聪明智慧的遥控新招 也成了各家业者 抢供市场的一大卖点 今天你先往中看台北采访不到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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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